美国和韩国已知自由盾牌联合演习 解放军也做回应了 22号在东海某海域划定了金航区 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20号开始一周之内 解放军都会在黄海海域持续军事任务 禁止通航 有人说韩国对朝鲜的已知自由盾牌演习 中国为什么做反应 这个其实咱们之前的频道讲过一个逻辑 就是台湾和朝鲜半岛 它是联动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不记得没关系 咱们再把这个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 就什么意思呢 这个驻韩美军 他的后勤不计在哪呢 不是在日本 是在琉球 他的后勤不计在琉球 那如果是这个咱们统一了台湾 那么琉球基本就处于一个被包围状态 那这个琉球美军就得撤 琉球美军一撤 那么也意味着驻韩美军就也得撤 他没有后勤了嘛 就他要还继续在朝 在韩国就等于驻韩美军就被包围了 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 也就是说中国统一台湾的这一天 也就是美军从三八线 这个韩国撤离的这一天 那当时咱们就判断 这一年前咱就判断了 那现在看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已经是证明了咱们这个 你可以去他这个官网去查那个论文 他已经是据说这个作者是美国 能影响美国议会的做决策的 他是已经证明了咱们之前判断 就是这个事啊是真的 因为在整个西方看来呢 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和台湾海峡 那个中线 咱们说咱们越过中线 那个中线是二战 他认为二战冷战的一个结果 也意思很简单你中国过这个台湾海峡中线 也就和这个越过三八线是一致的 所以按照他的逻辑呢 这个大乡理事会现在认为 这个美国必须要用战术核武器先发指 那就是非常有趣了啊 这个美国用战术核武器先发指 他现在这个大乡理事会 他给的这个论文的 这个说怎么样让 就让美国人不要幻想 这个五常互先之间不会用核武器攻击 他是这个意思 就不要做幻想了 说什么呢 未来会发生中国统一台湾 同时朝鲜南侵会同时进行 他认为这是会发生的 那么如果美国现在还不做 不做好这个核武器准备 如果不先发制人的使用战术核武器 那未来美国现在已经将核潜艇部署在 部署在朝鲜南党 包括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战术核武器 也已经往前沿部署 不排除他战术核武器 未来投的可是战术核武器啊 这里边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给台湾人说的事啊 美国会炸 先炸录炸中国大陆吗 我觉得啊 他应该先要炸的是台湾 这个战术核武器在哪使用啊 应该就是被中国大陆占领了台湾 就像现在乌克兰啊 他现在也不敢去动俄司令 但是他真的敢往啊 乌克兰去投战术核武器 你说未来一旦开打 那么韩国啊 哪怕是朝鲜 整个这半岛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台湾 都有可能是战术核武器攻击的目标啊 是美国的啊 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美国人可能真的会在台湾使用战术核武器啊 所以对台湾来说 我已经再次提醒你啊 没准提前几年 告诉你啊 现在该做什么 那咱们就看看吧 这个美国人想什么办法呢 他说怎么办 美国的这个 这个大乡啊 大乡这个理事会 他想的办法什么呢 第一啊 就是美国必须要将这个战术核武器啊 准备使用啊 而且是要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 大规模部署战术核武器啊 第二点 这个 拉拢 腐蚀 中国和朝鲜内部 掌握 就火箭军啊 掌握战术核武器 或者是中国核武器的这些 高级官员 你看前一阵 中国的一个啊 火箭军的 咱们说有一部分啊 这个领导 是吧 被化了 啊 这可能就是啊 这个美国已经在行动了 啊 那就拉拢他们啊 一旦开战啊 让他们停止向啊 这个西方世界投放核武器啊 就干这个 那就是两条路 我觉得已经开始接近于实战准备了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不敢使用战术核武器 不敢使用核武器 会的啊 啊 那咱们就是理解了 为什么这个啊 韩国和美国搞已知自由啊 这个盾牌演习啊 中国就在这个区域进行演习啊 原因就是非常明白啊 朝鲜漫岛 如果真的朝鲜难亲 那中国可能真的有可能要提前无统啊 所以台湾要关注朝鲜啊 你不要光关注大陆 大陆也是希望和平了 但是现在看并不是由中国大陆啊 能够单方面 如果大家想想 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时候 美军被牵制 你说这个千载难逢机会 这老金家 对吧 这个金正恩啊 他傻吗 他不会傻 这千载难逢 这个南下统一的机会啊 他绝对要抓住的 美军这时候只能往后跑 咱们说现在啊 韩国外交部也向中国立刻啊 做了一个啊 沟通啊 据说这个戴维营峰会啊 之后啊 说是要染指台湾嘛 韩国外交部长立刻打来电话啊 给中国啊 说给中国和尔斯要给他一次机会 韩国外长啊 这个说呢 已向中方详细说明峰会意义啊 该峰会不针对特定国家 而且呢 某种意义上说是给中国的机会啊 他这个给中国机会啊 主要是韩方先啊 制定了中方 然后详细说明峰会意义 这个 说给中俄的机会 他强调韩方希望以相互尊重 互利互费精神为基础 构建成熟健康中和关系 为此将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 这个什么意思 就韩国人不愿意把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啊 降到谷底啊 彻底搞坏 咱们看 韩国人也已经明白了啊 就未来中国统一啊 如果不是朝鲜南侵先发动战争 如果中国先发动统一战争 那朝鲜也会先动手的 所以现在他也不愿意 韩国也不愿意把这个关系跟中国搞坏啊 朴镇和韩国总统隐穴 共同是国民力量党 韩国的一个保守派 目前看呢 这个目前戴维莹的这个意义啊 我觉得看出韩国保守派核心理念没有变化 依旧是视朝鲜为敌人 视中国为怀疑对象 认为中国朝鲜有行动 而且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高度是依赖相信美国 已经是不惜让地区紧张啊 然后呢投靠美国 目前看他提到戴维莹峰会给中国的机会 这是没看清楚韩国自然实力的情况下啊 他是一种挑衅 我觉得说给中国和俄罗斯一个机会是一种挑衅 什么意思 我很强大啊 我开枪之前我先给一个机会啊 给我认错啊 实际上这个峰会对中国来说 这个 咱们说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啊 所谓的机不机会啊 因为中国俄罗斯已经开干了在在欧洲啊 你说什么给俄罗斯一个机会呢 中国中国这边已经啊 这个建计已经过中线了 这有什么机会不机会的 中国俄罗斯的机会难道是你韩国给的 这太搞笑了是吧 他提到不针对第三方更是这样 说下话 戴维莹峰会明显指向中方啊 这个白纸黑字都在那写着 你还签了字 你说不针对中方啊 这个这么一看啊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这个电话已经没啥意义了啊 所以在这个成熟健康的中华关系 也是建立不下来 韩国人睁眼说下话 当着我的面骗我 你说这不是太搞笑吗 三份成果文件 戴维莹精神 戴维莹原则协议 协商约定等等 里边啊 这个实际就是构建一种 这个把这个日本韩国啊 给窜起来 涉华那种已经写在明白完 目前看的真正啊 真正台湾人 韩国人啊 我觉得真正应该担心的 就是自己的命运啊 真正的头战术会武器的 不是中俄 也不是朝鲜 可能就是你的啊 好朋友 美国 现在大湘啊 我觉得你们 台湾应该赶紧去研究一下 大湘这个理事会 他的这个文章啊 准备在亚洲啊 记住这个地点指定就在 超越半岛和这个台海啊 就在亚洲啊 准备投放战术会武器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啊 那为什么每一次的超越半岛紧张 中国都会在黄海等地展开演习呢 你把地图打开啊 为什么选择的演习地点都会是 渤海海峡北部这个地区呢 啊 渤海是中国内海 过了渤海啊 再往西就是中国首都了 对吧 就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 进入超越半岛西部海域的 那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 人民解放军在1958年 全部撤离朝鲜 至今没有在朝鲜驻一兵一卒 包括那个大西洋里之后也讲了 中国和朝鲜尽管不是盟友 并不是相互信任的盟友 朝鲜和俄罗斯是相互信任的盟友 但是和中国完全不是啊 互相之间有猜疑 但是即使互相啊 这个不信任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啊 就是中国统一啊 台湾 韩国和这个美国都认为 朝鲜一定会难清的 这老金家绝不会放弃这个历史千彩三峰机会 至今现在中国没有在朝鲜一兵一卒 但是刚建国的时候呢 中国派出百万大军啊 将联合国军推回至三八县附近啊 甚至一段一度的攻占汉城啊 打出了这个七十年和平 那现在看呢 中国就不允许任何人在朝鲜半岛声势啊 这个事看来是非常明显 所以中国在朝鲜半岛西侧进行军事演习 就稳定朝鲜半岛的意思啊 但是这个目前看呢 这个蒋合金的实力啊 已经跟当年啊 有大幅度提升了 那美国人现在想搅乱这个朝鲜半岛 核心什么呢 核心就是想要将兵力 布置在中国东北边境一带 那也说他布置在中国边境 边境东北边境一带干什么呢 这地方有这关内的人说 这地方啊 很穷啊 没什么错了啊 你大错特错啊 7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时候 那个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啊 你可能不知道 满洲国有高铁啊 你可能不知道吧 那70年前中国唯一一块已经工业化地带是哪 就是东北啊 东北地区70年前就是中国重工业的集中地啊 后来苏联呢 把关东军打走 打走以后呢 拆了很多工厂 但是即使拆掉以后 那个地方还是啊 还是最 为什么在那先建啊 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工人的啊 当年就是工人啊 东北是中国这个啊 咱们说这个啊 工业化最早 而且这个 那农民比例是最低的啊 所以很多人其实错了 认为东北是个农业 错了 现在 现在美国人为什么把冰药集中在东北边境 因为那个地方可真的是中国粮仓 中国大部分粮食还真的就在东北 所以那个70年前打那是为了工业啊 就是让你中国工业没法啊 孵化 现在可不是 现在是为了中国粮食啊 在这个地区打仗呢 那你别种粮食了 你看啊 都有啊 都有办法 这个 现在中国最重要粮食产区就是东北啊 这个地区离中国首都北京也非常近啊 就美国希望在这个地区啊 开始战乱 然后呢 搅乱中国东北地区发展啊 就这意思 当然这个阴谋呢 中国早就已经啊 意识到 就是绝不能让美军抵达鸭路江啊 立刻啊 就得赶快 换句话说 美国意识到了怎么把中国拉下水 让你下场 那就是朝鲜半岛 一个台海 一个朝鲜半岛 那那就是我如果两头都开始搅局 那你中国必须要选一个啊 或者是北边 或者南边 那不管怎么说吧 都是要让你中国下场啊 跟我美国 或者跟我盟友干 朝鲜半岛 我觉得机会更大 因为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铁打不动的一个盟友 日本和韩国 这二位如果在朝鲜半岛搅局啊 跟台海啊 还不一样 这是两个独立国家啊 如果这个时候你中国啊 像这个当年七十年代啊 那样出兵 志愿军出兵 那可能就麻烦了 你就被彻底鼓励了 所以这个考验中国智慧的时候